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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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却有着天壤之别 如果是台风预警 就要启动应急预案 这是非常严肃的事 必须胜之又胜 气象法是明确规定 气象预报由气象台统一发布 其他组织个人可以分发 但切记不能自转 但是现在很多公众号APP为了扩大传播效果 往往对气象信息进行所谓的通俗解读 但由于不够专业就很容易出现失误 此前北京气象局曾经对八家APP进行了通报 要求整改 对此专家认为 避免非专业操作对气象信息发布的干扰 已经迫在眉睫 不仅需要及时纠错 更需要从源头来管控 要我说气象预报 可不能捕风捉影啊 好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哪吒故里 最近电影哪吒之魔童将士票房大卖 看完了电影 有人就议论 说哪吒是哪里人呢 据媒体报道 全国现在至少有四个地方 在争夺这个哪吒故里的头衔 哪四个地方呢 分别是四川的宜兵 江游 还有天津的河西区河南的西辖县 有人就说呀 我们这有哪吒庙 还有的就说呀 我们这有哪吒出生的城堂关 有的就说呢 我们这有哪吒修行的金光洞 总之嘛 各说各有理 都想和这个哪吒呀认清 有网友就调侃啊 哪吒真的是很忙啊 最近这些年 很多地方都热衷于呢 争抢这个名人顾礼 你比如什么炎帝顾礼呀 老子顾礼呀 李白顾礼呀 诸葛亮顾礼呀 曹雪芹顾礼呀 等等 甚至呢 还闹出很多的笑话 要争抢西门庆顾礼 如果说某些真实存在的名人 他们的生平事迹 还算有据可考 那么神话传说的人物 你根本没办法考证啊 所以呢 有专家就说了 争夺什么哪吒顾礼呀 有点异想天开 他缺少严肃的学术规范 实际上争夺名人顾礼 背后呢 还是功利思维在作怪 生搬硬套 穿着附会 制造一些奇葩景点 这样的文化旅游开发思路啊 要不得更走不远 要不说哪吒 他即便有三头六臂 那也不能被你这样大谢八块呀 好 继续来关注热点话题 今年七月 内蒙古西林郭勒草原 遭到了一对越野车的疯狂碾压 这绿草芦的大草原是伤痕累累 有些地方啊 甚至呢都被碾压涂皮了 这事情发生后呢 当地成立了专案组 对涉事的司机呢 进行了追查 目前已经有四个司机呢归案 他们不仅要被罚款 还被要求要公开道歉 恢复职备 但是有一个司机 拒不接受调查 并且呢 他通过网络来发布视频 来进行挑衅 我们也看一看 随后当地就发布公告 无论是谁 肆意破坏生态环境 都将受到法律的制裁 请网友啊 提供调查线索 奖励一千 另外呢 当地还向社会呼吁啊 文明旅游 共同保护美丽草原 据最新的报道 这设施的司机呢 已经归案 并且呢 被公司开除了 要我说 越野 你可不能随便撒野啊 好 接下来进入到板块 杂志标题 来看最新一期的 南都周刊文章标题 听说爱吃辣会变傻 一个问号 前面有 国外公布了一个研究结果 说如果每天摄入超过50克的辣椒 那记忆力衰退和认知能力下降 这样的风险呢 会翻倍 尤其是那些爱吃辣的 体型苗条的男的 他们记忆力衰退的效果啊 更明显 这个消息啊 那真是吃货的噩梦啊 要知道啊 作为这个吃货呀 大家早已是无辣不欢 特别是夏天 火锅烧烤 那必不可少 没了辣椒 那还有什么意思呢 其实大家也不必过分担心 杂志就说了啊 这呢 只是一个初步的研究结果 吃辣椒是否一定导致 这个记忆力退化 还需要进一步的考证 其实 比起可能存在的潜在的危险 那辣椒的好处呢 是很明显的 有目攻堵 首先呢 这个辣椒食品啊 能够减少肿瘤发生的风险 这主要是辣椒当中的辣椒素啊 在起作用 美国癌症研究协会呢 就发现 说辣椒素能够杀死 这个小白鼠体内 大部分的前列性癌细胞 另外 辣椒呢 还有助于减肥 说这个辣椒素啊 能够提高人体的这个 新陈代谢 帮助燃烧卡路里 让身体呢 进入到消耗脂肪的一个模式 如此看来啊 辣椒登上灵魂调料的宝座 那也底气十足 面对可天使可魔鬼的辣椒 咱们还是那句话啊 吃辣虽好 但要注意事都哦 好 接下来进入到板块杂志图片 广州一菜市场的鱼档 被贴了黄牌 说此档短精缺两 市场工作人员就说了 这个鱼档啊 经常被顾客投诉 提醒了很多次 不改 依然是我行我素 于是呢 管理方就发黄牌 作为警告 广东冒名一对新人 举行环保订婚宴 自带杯子 饭后呢 引导客人将桌上的垃圾 进行分类 红色喜宴 绿色环保 这就叫好事成双 欢迎回来 前面有媒体报道 说手机APP 占用了大量的数据资源 是一个不折不扣的 能源隐形杀手 别看这APP在手机上 只是一个小小的图标 一旦它运行起来 耗能惊人 它要通过屏幕来显示 网络传输数据 手机主板处理程序 有的APP呢 还可能用上什么麦克风 扬声器 当手机安装了多个APP 那能耗就不断的累加 就会影响到手机的 寿命和性能 所以咱们常常觉得 手机越用越慢 另外 这个频繁更新这个APP 也会进一步加剧这个消耗 软件更新 一般它会增添一些新的功能 势必就占用到更多的 手机空间和资源 其实 这些个新增加的功能 有一些都是鸡肋 但用户无法删除 只能被动接受 这体积臃肿的新版本 有专家就表示 软件经常更新 有迎合用户的需要 但更大的原因 恐怕是软件的 无序的竞争 在APP开发领域 就存在什么效应呢 叫工地悲剧的效应 每个APP都希望 占有更多的储存资源 但手机这个空间 毕竟是有限的 大家都在那过度的使用 就必然导致 手机资源的枯竭 这种工地悲剧的后果 最终又转嫁到了 用户的身上 结果呢 只能是手机电量流失过快 有数据显示 2020年 全球信息通信系统的 碳排放量 将超过15亿吨 15亿吨啊 其中这个手机上 安装的海量的APP 它们的能量消耗 就不可轻视 事实上这个问题 已经引起了 相关方面的重视 今年中国绿色APP的标准 已经出台 对APP的隐私保护 节能减排等等 提出了要求 一个设计良好的APP 既能满足用户的需求 也要实现功能 与碳排放之间的平衡 这样的APP 才能真正成为首 好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 斑马咬人 前面有河南一女子啊 在图片上的这个动物园啊 被斑马 咬掉了半截支头 哎呦 因为这个事发地 没有监控视频 所以呢 暂时无法确定 斑马咬人的具体的原因 不过呢 据这女子提供的信息啊 她有投喂斑马的行为 对此 有人就说了啊 作为食草动物 斑马应该是很温顺的 很可爱的 就像那歌唱的 小斑马真可爱 一道黑来一道白 你说斑马 它怎么会咬人呢 其实啊 斑马呀 它只是表面上看起来温顺可爱 它骨子里啊 也时常暴躁 有动物学家呀就说 曾经人类也想驯化这个斑马 让它像牛啊 马一样去拉车 但呢 斑马总是耍性子 不配合 而且呢 它还聪明的 总能逃脱人们 给它设置的套锁 所以啊 直到现在 斑马都没有被驯化 另外 斑马还有一个习性啊 那就是一旦咬住了人 它死都不松口 你像之前 在广州长龙动物园 一名动物园的工作人员 遭到这个一匹斑马的袭击 这斑马死死咬住的 工作人员的手啊 拖啊 拖了十几米 最终呢 动物园没办法 使用了麻醉枪 才制止了这个斑马 事实上 仔细观察的话呢 我们都能发现 所有的斑马观赏区 都挂有警示牌 禁止游客近距离 来接触和投喂斑马 所以啊 作为游客 一定要遵守规矩 并且呢 记住了 人家斑马 虽然吃草 但发起脾气来 那也不是吃酥的哦 好 接下来咱们来说一起诈骗案 这案件的诈骗对象啊 有点特殊 谁呢 外卖平台 很多外卖平台啊 它有这么一项服务 叫放心吃 就是外卖商家 为顾客购买一种食品安全险 说如果因为吃咱们在外卖 你吃出了病 就可以向外卖平台来索赔 就是这么一项保障顾客权益的贴心服务 居然呢 成了某些人的诈骗工具 前不久 济南警方接到一家外卖平台的报警 说他们在梳理索赔信息的时候啊 发现所有款项都集中流向了两个账户 他们就觉得有点奇怪啊 希望警方调查一下 最终呢 民警抓获了两名嫌疑人 我们来看看图片 看这个啊 这是当中的一个嫌疑人 吴某 据他交代 几个月前 他因为肚子啊 不舒服 就去这个医院啊 看病 看完病呢 拿完药 他就想叫一份外卖 就在这个时候 他看到这个外卖平台上一个 放心吃的条款 哎哟 就动起了歪脑筋 他就向这个平台啊 举报 说我呀 刚刚吃了你们家外卖 导致我肚子疼 并且呢 他把刚刚看病的材料啊 就传到了这个平台上 很快呢 人家平台按照规定 就赔了他好几百块钱 哎呀 尝到甜头后 这乌某呢 就开始在网上购买虚假的病例呀 药品单居呀 然后呢 不断向外卖平台来索赔 这个吴某知道 总在一个地方索赔啊 很容易暴露 于是呢 就流传到好几个城市 来这个进行索赔 在被抓之前呢 他一共骗了四万多块钱 与此同时呢 他把这个事呢 告诉他一朋友 他这个朋友啊 如法炮制 也骗了不少钱 罚网恢恢 这两个呢 最后还是落网了 要我说呀 还是那句老话 不亦之财 莫生手 生手 必被捉 好 接下来是南方人物周刊 我们来介绍瑞茨 网络搬家 这说的呢 是有些人因为害怕被关注 就把自己在网络上的活动啊 从这个软件 搬到另外一个软件上 这叫网络搬家 你比如来自南京某大学的赵同学 最初呢 他把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 都记录在朋友圈上 可自打父母加了他的朋友圈 这个一举一动啊 都被爸妈给密切关注着 他感觉就好累 于是呢 搬家了 把生活记录呢 转移到了微博上 后来呢 他发现微博 也有不少人呢 在密切的关注他 让他呢 不自在 于是呢 他又再次搬家 搬到了一个没什么人关注的贴吧上 他觉得吧 在这个贴吧里啊 很自由 很快乐 有心理专家就说了 每个人都渴望被关注 但同时呢 又害怕过度关注啊 一旦关注超出了预期啊 期待啊 人们就会逃脱 想搬到一个没有人认识的地方 网络搬家 就是被过度关注之后的逃离 要我说 网络搬家 他搬的呢 不是那个家 而是对自由的向往 好 来看最新一期的新周刊文章标题 三十而立 越来越难实现了 没多久啊 这个第一批90后 就将三十了啊 正所谓三十而立 在中国人的心目当中呢 三十 那确实是一个很重要 很重要的年龄分界线 你看啊 没成家的 你该结婚了 没生孩子的 赶紧生娃呀 生了一个的 得准备二胎了 租房子的 你该准备买房了 等等 总之吧 你总得在某一个方面 给立起来 可是呢 三十而立 贪何容易啊 有的人是心态上啊 有阻力 觉得自己呢 还是个小宝宝 自由还没有享受够呢 还没有准备好 承担婚姻啊 家庭啊 育儿的责任 还有的人呢 是身体上有压力 根据这个心理学家 霍恩的理论啊 说三十岁之后啊 人的注意力啊 反应的敏捷程度啊 还有记忆力啊 都会逐渐下降了 现代人呢 直接的症状就是 加班熬夜 熬不动了 这三十而立 很可能变成三十不立 没有力气了 而最大的阻力啊 恐怕还是来自于 经济实力吧 有网站调查发现 总存款低于一万的九零后 都占到了一半了 存款在十万以上的 仅仅只有百分之一十四 三十而立 一万元的存款 你怎么立呢 杂志就提到 其实呢 孔子说三十而立的时候 人的寿命 毕竟还不那么长 三十岁呢 几乎就是半辈子 大半辈子 可是今日呢 不同往时啊 不能再拿古代的标准 去定义现代人了 现如今 三十岁 可能刚刚博士毕业 刚刚工作 更何况 每个人的成长道路 和进程呢 都不一样 有的是少年得志 有的呢 那真叫大气晚成 你像演员 小萝卜的唐一啊 三十岁被捕入狱 等到他成为电影里的钢铁侠呀 四十三楼 还有马云 三十以前 根本不知道什么互联网 王建林 三十还在当兵呢 那个时候 赚一个亿的小目标 对他来说 那简直就叫 遥不可及的梦 这些名人 他的经历 告诉我们 三十岁 没有买房买车 没事 不丢人 要我说 你的儿历之年 需要自己来定义 毕竟 生命本身 它不是咫尺 这年龄呢 也不是那上面的刻度 但努力 还是要努力的 就像王小波的小说 三十儿历 说三十岁之前 有很长的路 因为我们老是在展望 到了三十岁 我们就在路上了 我们该 埋头赶路了 好的 感谢收看杂志天下 读杂志观天下 杂志话题多 咱明天中午 接着说 节目最后是天下言论 字幕志愿者 杨洒 字幕志愿者 杨洒